就是在这个 我另外在弄有云端白板 就是刮壶枢纽分析表 你把它打开的话 其实第六单元 枢纽分析表里面 当然刚好提到有关那个几个重点 就是比较记性的话可能要先看 如果有兴趣同学用outlook记性的话 你可以看那个第九个单元的那个程式 记得好像是 这边第九个单元里面就有提到有关用outlook物件 去帮你记 分割后的档案 OK比如说像我们 今天做的嘛比如说六个业务人员 如果你要分别记给这六个人 如果你有刚好有他们的email信箱的话 你也可以类似用这样的方式去试试看 那其实 这个地方也是先讲到那个怎么样把工作表变工作部 那回去的话你也可以自己试做看看 把那个刚刚做的动作 我这边范例是 总共有13个班级然后切割 因为不同的班级 假设全效性东西 你要寄给假班导师的话你就不应该寄 全部的资料 因为他看到其他 班级的资料 那这样都会有问题 那当然回来之后你要给上面看 教务主任看 就势必要怎么样 要全部合在一起 你不能把它 分开来 给他他会觉得麻烦 他会希望打开就全部都是 每一个班级全效的东西 那email信箱这边有 然后如果说要寄给每一个人的话 其实这边可以看到底下这边有一个是 outlook 往下吧在这里 outlook的相关设定重点 不过因为现在很多 电脑不见得是用outlook 但因为这边我的范例叫outlook 所以你还是要 目前这个范例的话 只能够用outlook 也就是你电脑里面要装outlook 而且outlook要是设定好的状态 你就可以直接用Excel 呼叫outlook Excel 直接 将outlook当成外挂 挂进来 然后直接就寄信 那这部分是ok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他有一个可能遇到的问题 信寄的太快了 太快的话那个主机会认为说你这是不是 机器人 像现在很多Google都会挡机器人 他会跳一些让你选 然后确定说你不是机器人 才可以让你下一步 所以 这个可能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 怎么样让程式跑慢一点 程式不应该跑快一点 越快越好吗 怎么要跑慢一点 因为他说 他会被挡 因为他可能跑太快了 然后那个siver 就是 IT人会认为说你的账号有问题 是不是中毒了还是怎么样 所以 他会想说怎么样让程式跑慢一点 跑慢一点很简单 答案就是application.waiting 后面加上时间就好了 你要等多久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你就application.waiting 当然 刚刚好像在批试查询里面 我好像也有 在 程式的下面这边 共用程序的下面 如何让程式停两秒钟 答案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 停两秒钟你就是这边 2 如果你要 更多时间了你就自己在 这边 加 比如说你要变20秒你就加个点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两分钟的话 你就在这边加2 然后 应该是 应该是在这边 加2就可以了 这边就不要 有没有 所以 这边是10分秒 然后他串完之后因为他格式化成时间的格式 要用 Time的那个什么 Serial 这个 帮我格式 然后他就会给这边位置 OK 大概是这样 其实很简单 就看你要停多久 就加一行 在 城市的 比如跑完NAS的上面 停一下 然后 等个一段时间 再寄下一封信 所以这个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回去试试看 这个后面 每一个每一个部分其实都非常的实用 但是 却蛮花时间的 你可能要真的要找一个案例 其实你做了 被弄了之后 做熟了之后其实真的就没有什么 反正他就是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有点自动帮你写出一个助理 这个助理是固定时间 你就按他一下 甚至如果你不想要 连按都不想按的话 你还可以呼叫Application里面 点里面的方法叫On Time方法 On Time方法就是说 他可以每天的几点几分几秒 他可以帮你做事就像闹钟一样 固定时间 所以Application点On Time 不过因为那个可能自己再查一下 Application点On Time 后面给 每天的几点几分几秒 或者另外一个形式是 On Time后面加时间 他就是说每隔 十分钟 跑一下城市 每隔十分钟跑一下城市 OK 就是说固定时间 每天的固定时间跟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可以这样做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很 就很方便 就是说有点是 反正都固定时间去帮你执行 这部VBA里面的这种自动化 其实已经 做得相当成熟 OK 如果你懂得应用的话 真的可以做出蛮多东西的 这个第一个 这个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那个 如何在 那个 Excel里面 VBA 我们结合什么 书纽分析表 帮我们做出 刚刚的 一样的结果 就所谓的书 就是所谓的那个批次 筛选 或者叫批次查询 反正只是一名称的问题 那我 Stand Demo 给各位看 完成画面 大概是这样子 会有这些按钮 然后我先试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自动帮我 其实这个按钮就是插入一个什么 书纽分析表 按一下这个 OK 书纽分析表 实际上就是 插入一个分析表 我主要是统计什么 统计那个 就是这些业务人员他们的 所有的 总业期的加总就对了 OK 并且帮我排序 由高的到低的 所以业绩最好就菜头 以此类推 最差的小张 第1个 第2个的话我希望怎么样 利用他里面一个功能 不知道哥们用过 这边点两下会怎么样 他会自动把什么 菜头里面他所有的data 其实就是刚刚一模一样的东西 这个功能叫show detail 这个有点像是 各位应该有用那个 网页里面也是差不多概念 网页里面 比如说你点 点那个某个连结 他就会show detail 就是再进到里面的清单 他进去会先一个 大概的summary 就是一个大概的清单 再点进去就是详细 再点进去就会更详细 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其实可以 点两下 这个就是菜头的 如果再点两下 这就咬咬嘛 再点两下 英雄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可以 就是把这些 一样嘛 我想说 这也是 这也是无意间发现 我想说 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 可以模拟我点选的动作 自动帮我把这些动作全部都弄 那就ok了 我其实本来是这样想 这我也不确定 后来我就试试看 可不可以ok 就按一下 把它跑个回圈 就真的ok了 但是第一步你会发现 这个是只有分割还没命名 所以这边有删除 然后 多增加一个重新命名 就是把名称也加上去了 那这应该学过了 然后呢 再来就发现说 这个有些地方感觉不ok 为什么他每个地方他帮你 这上面都有个筛选 所以我不喜欢这个 状态 所以我就多一个动作了 把这个筛选拿掉 然后另外我又不喜欢说 他已经帮我格式化 因为格式化将来我要再处理很麻烦 所以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格式 把它变成没有 OK 恢复成干净的状态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 也是一样 就是把它先删掉 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把它分三段 最后就是 取消筛选 然后清除那个表格 然后并且好像有 AutoFill AutoFix 就是自动调整栏宽 按下去 自动就OK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因为书纽分析表 他那个add 是add到前面的 他add 其实我是想把它改到后面去 可是我 就是想说暂时不要写那么复杂 所以就让他跑前面没关 如果你add后面没有叫after的话 他就是before 预设是before不是after after是我们的习惯 内建的功能是before OK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想说 不如这样 一步做二步修 干脆最后怎么样 多写一个 反向移动 反向什么意思 颠倒过来 比如说 现在的头在 最右边 我希望的头是在最左边 最后多写一个 如何呢 把你的 工作表位置 做反向的移动 OK 里面的关键呢 最重要就是哪个sheet 点move就可以了 move的部分你要告诉他是 after还是before哪一个 所以你 那个概念就是你要把这个先移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sheet2 move 然后移动到第1个的前面就是sheet1 应该是before 冒号 冒号等于 然后sheet1 这样他就帮你把它移过去了 那我就把全部的串联在一起之后 反向按一下 你会发现 整个就反向 如果你再按一下 他又反向回来了 OK 所以这个move 最后呢 我们会有这个效果 反向 看你啦 反正你爱怎么放又怎么放 反正无所谓 主要是要知道 可以自动帮你完成的事情 是最重要的 也就这些动作呢 以前理论上是用滑鼠键盘慢慢去点 然后慢慢去改 不过已经很快了 不知道各位以前 知不知道枢纽里面有这个功能 点两下 有吗?以前知道的请举下手 OK好情况 表示你们已经 虽然用得很熟了 只是说那VBA呢 有把它串联在一起吗? 有吗?有跟VBA串联的举下手? 没有 OK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讲 怎么做 基本上我发现 他其实就是有些 地方物件名称可能要修改 因为如果你没有改正确 他就会是有bug的状态 即便你录完了他就不能work 那其实你只要改一个地方就OK了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第一个啦 干脆你就 把刚刚的档案重新 就是另外再开个新的重新练习 因为我们是方法二 不然怕你混在一起 可能会搞不清楚 那第一个动作请各位 我先把它全部删掉 这个先也删掉 第一步的话呢 先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 插入一个那个 枢纽分析表 OK 他会先选范围 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请你把业务放在列 的下面 然后呢 把它的总 总价 就是它的业绩 帮我做预设式加总 那你会发现已经加完了 那最后的话呢 帮我把游标放在这里 做一个所谓的排序 资料里面的由Z到A 排序一下 那菜头就第一名出来 那这些动作做完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录制成剧情 OK 所以第一个 做完彩排之后呢 删掉 再来的话呢 就开发人员 录制剧情 那剧情名称的话也就是 枢纽分析表剧情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你 把它录完之后呢 你要再执行 你会发现 它里面录完就 刚刚做的所有动作 那我是在上面有多做了一些注解 1 2 应该是1 2 2应该是这个 枢纽分析表 3 最后做一个排序 4 但是你执行的话好像会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执行的话 他有些东西 会每次跑的都不一样 OK 哪些地方是有变动的哪些是 没有变动 固定的待会再讲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的 产生详细 应该show detail 就是他有个属性叫show detail 的这个方法 那帮我们呢 就可以 产生我们要的那个里面的资料 而且甚至如果你延伸出去 你还可以 中列是 比如说我是根据 那个业务人员 横的 蓝的 部分呢我可以是根据 产品或产业别等等的 那你还可以把那个两个蓝的找到东西也可以show detail 他其实是可以 很多种变化的 只是说我们先用用简单的方法 目前只有六个 业务人员的话 我们先 试着 把那个 横纽分析表先 录制 再做修改 待会再跟各位讲哪些地方需要变化 好 好 好